星岛日报报道 香港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疫情期间 小朋友普遍比较迟睡和迟起身 用电子产品在娱乐的时间平均每日增加一个小时 以6至12岁小朋友最为明显 另外有研究发现 大约8成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小朋友 曾经被肉体和精神虐待 更加有小朋友被非常严重弱打 认为有需要在疫情之后持续支援小朋友 并且尽早介入提供协助 大公报报道 政府年初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协助本地大学生到内地就业 但截至9月底入职数字只有3成1 有团体就香港青年发展和跡崖体验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有近5成7受访者 认为政府对发展计划宣传足够 但仍然对大湾区并不是十分了解 有大湾区创货团体鼓励港青 创业之前适宜亲自到内地考察 并且由多方面了解 例如目标市场 供应商 合作伙伴 当地政策等等 才选选比较适合落湖的地区 中文字幕提供 有线 惊喜